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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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性的细胞恢复的时间是10到28天 NK细胞恢复的时间是1到3个月 单核细胞恢复的时间是2到4个月 CD8养性细胞恢复的时间是3到6个月 B细胞恢复的时间是6到9个月 CD4养性细胞恢复的时间是12到18个月 那么我上面所说的这几种细胞 都是参与免疫系统的细胞 那么从这个环当边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患者基本上免疫恢复的时间 就是完全恢复的正常的状态 可能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 下面我要介绍一下什么叫感染 感染呢就是各种病院微生物 包括细菌啊 病毒啊 质源体啊等等 这些致病微生物 吸入人体导致人体发生局部的 或全身的一种炎症反应 那么感染它发生的决定因素是 病原微生物的毒性和我们患者 和我们正常人的免疫力水平 那么比如说我们病原微生物很强 那么患者的这个免疫力水平又很低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发生感染 那么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有10个人在的话 那有些人就容易感冒 有些人就不感不感冒 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免疫水平是有关系的 那么感染的类型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感染我们分成两大类 首先是内源性感染 那我们内源性感染也叫自身感染 它主要是因为我们机体功能的低下 然后呢由我们本身自身存在的这些正常的菌群而引起的感染 那么外源性感染也称环境感染 就是从外界来的这些感染 比如说我们病友之间 或者是病人与其他的正常人之间 或者是跟医务人员之间 或者是陪护家属人员之间的这个感染 就是由正常的带菌者带给这个患者的感染 叫交叉感染 那么还有就是环境的一个感染 就比如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的空气呀 水呀或者其他的物品而造成感染 叫环境感染 那么下面就是这张缓农片是 我们血液病病人 第一张图是我们血液病病人 就是因为皮下有一个就是皮肤的破坏 然后呢在免疫功能非常低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一种水泡啊 这种局部的炎症反应 下面也是正常人呢 他可能就表现出来是一个 阶子啊或者是搓疮啊 但是对于白血病人的病人来讲 他显现的是这样比较严重的一种反应 有些病人整个全身啊 个臭都是弥漫着这种红色的这种炎症 这样一旦要感染了 护理起来也是非常难的 那么既然我们白血病病人 这么容易发生感染 那我们应该做哪些措施来预防感染 这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重点 呃就是我们的对策是什么 就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 呃提高我们自己 就是宿主就是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的水平 然后呢来抵抗感染 还有就是要去除这些病原微生物 呃就是通过清洗啊消毒啊 等等一些的措施来去除病原微生物 呃还有就是呃 呃虽然病原微生物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途径 就比如说我们通过呃洗手啊等等这些措施来阻断这些呃 呃病原微生物侵入到我们人体啊 通过这三个方面来呃预防感染的发生 那么我重点要讲一下这通过这三大块 讲呃我们患者如何来预防个人的这个避免发生感染 呃首先是我们全方位的个人护理 就是我们患者自己本人要做的 呃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外环境的护理 就是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家属来做的哈 那么还有我们我要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在我们中心呃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消毒剂啊 有哪些消毒剂它有哪些作用 呃全方位的自身护理 三短六节 三短六节呢 就是这是我们在整个护理行业基础护理这一块是比较重视这一块的 呃也很好理解 就是三短就是头发短胡须短和指甲短那么这短就会呃只要这些就是头发短啊胡须短啊这些呃短的话我们就很好清理 呃这样也不容易藏污纳垢 那么六节呢就是包括头发呀皮肤啊颜面啊口腔啊汇阴钢周等等这些部位的清洁啊 呃从而呢让这些病原微生物减少在体内或呃体内体外那个存在的机会 嗯第一大点主要说一下我们手卫生 手卫生现在是在整个医疗行业也是非常呃引起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也是医院感染或者是呃容易很容易把这个通过手嗯把这个病原微生物呈给患者或者呈给其他人 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做到流动水洗手就是说我们把水龙头开开 然后在这个水龙头下进行进行洗手嗯那么可能需要用到香皂 那么香皂呢我们现在建议是用就一定要保证这个香皂盒一定要是干燥的 不能是一直是它里边还有很多水分啊而且香皂盒每周都要至少要清理两到三次 这样保证里边呃减少这些这个微生物的一些聚集吧 嗯其实我们建议是用洗手液不管是抗菌洗手液还是普通的洗手液都可以啊 啊洗手液呢呃就是有医院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呃 试验洗手液的这个感染的几率就是嗯会比香皂要低很多 所以呢我们要用用建议用洗手液来洗手 那么这个是我们嗯就是我们患者第三张图片啊是我们患者经常用到的这个 这个兼致素那个呃免水揉搓剂 那么这个建议素呢大家在用的时候挤一到两毫升 然后挤在手心上然后反复的揉搓呃 呃最少干干干燥15到20秒然后才可以去进食啊去吃一些东西 避免将这个呃这个洗手液当中的某些呃化学成分带入到患者的这个体内啊 所以一定要干燥15到20秒以后才能吃东西 那么先说一下现在叫七步洗手法原来是六步啊呃第一步是要首先 要手掌心与掌心要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下哈 就是掌心要相对揉搓用力的来揉搓 然后呢呃掌心洗完以后呢然后把另外一个手的手心 然后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这样在在搓另外一只手的手背 然后同时的再换手换到另一只手上来来来搓 然后呢第三步是呃两手再翻过来交叉 就是重点要洗纸缝啊这样再继续揉搓 第四步是要洗我们这个呃就是手上面的这个手背上的这个呃纹路啊 就是然后第五步是要互相洗的大拇指啊 左手和大拇指左手和右手的大拇指都要揉搓到 那么第六步是要洗纸尖就是我们的指甲缝 呃第七步是要洗手腕啊 大家要按照这个方法去洗手可能会肯定会把洗手洗的会很干净 呃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口腔 口腔呢呃基本上我们所有经浪的患者都会带个小镜子过来 我们也会让他就是每天自己照照小镜子啊 看看自己口腔黏膜有没有变薄啊有没有变红啊 那么今天呃口腔的这个呃状态跟昨天是不是一样的呀 感觉是什么样的呀啊每天要多观察一下啊 那么建议每天患者要做五十个鼓塞运动 鼓塞运动呢就是呃嘴里面闭上嘴然后鼓气 然后鼓到不能鼓然后放松 然后再鼓然后再放松做五十个 那这个是可以预防我们的口腔扩养的发生 它等于是口腔的一个有氧运动啊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哈 建议大家可以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看看电视啊 或者是呃闲着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 嗯一定是有利的嗯 还有就是有效漱口呃 所有经浪的病人基本上都会开口态呀 摊氢钠呀 这些来漱口 那么漱口的时候一定要有效漱口 什么叫有效漱口呢 就是我们嘴里面含上十毫十到十五毫升的漱口液 然后让水在口腔里冻起来 要寒树不停的冻 让这个水呃冲刷口腔的每一个部落 尤其是这个口腔和牙齿当中 这些缝隙啊一定要反复的去去去漱口 那么口态是抗细菌的 那么呃 呃太阳西纳是抗抗真菌的 所以两个漱口也交替的漱口 呃基本上比如说早餐前 你用太阳清纳啊漱口三分钟 然后锁完口以后 然后你可以用温水漱口的吃饭 呃饭后呢 你就可以用呃 太阳清纳漱口 然后再用温水漱口啊 建议多用温水漱口 常规的太阳清纳和口态 每天用三次就可以了 呃 那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漱口液 比如说我们患者在出现口腔溃痒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小牛的漱口液啊 或者是吉利分啊 或者是脂肥菌素啊等等 我们会根据患者口腔的情况来 来用这个漱口液 呃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漱口液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呃 清洁刷牙这一块 就医治后患者基本上白细胞 呃学校版在五万以上 就可以选择软毛牙刷来刷牙 啊这个牙刷呢 要每个月要要跟更换一次 更换一个新的牙刷 而且每次呃刷完牙牙以后的牙刷一定要牙刷头朝上 这样晾晒啊 每次餐后都都一定要用牙刷来刷牙 餐前漱口 那么移植的患者或者是学校比较低的患者 我们是不介意用牙签剃牙的 呃一旦要是因为这个牙签剃牙了 容易把这个口腔添没容易扎破容易刺破 这样细菌就容易通过这个伤口侵入到嗯 人体当中容易引起口腔的炎症 所以不介意用牙签的体压 那么如果要是实在是呃 容易就是塞牙的话 可以用这个就那种呃牙线啊 这样也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动作一定要轻柔 那么呃 在舱里或者是一周后的病人经常会出现口腔溃疡 呃那么我介绍一种蛋黄油 蛋黄油呢 这个这种嗯 应该说是我们民间的一种呃 一种个人的一种一种制剂吧 它还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它主要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D 还有卵粘质等等一些成分啊 它能让这粘膜尽快的恢复 有嗯清凉啊解毒啊等等这些作用 那么蛋黄油怎么来熬制呢 呃 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 大家这个好多人都觉得这蛋黄油特别的难熬 基本上是熬不出来的啊 咱们可以先试一下啊 这个蛋黄油它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呃皮肤上 比如手上或者是呃后背啊前胸啊 哪的长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长什么血啊 或者是长个结子啊 或者或者是长什么其他的破裂口的地方都可以用 啊 蛋黄油熬制是这样子的 就是呃我们要嗯煮十个鸡蛋 煮好以后呢 然后咱们这个呃就是 蛋清不要只要蛋黄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平底锅当中 开小火嗯慢慢的熬啊 差不多熬到十五十五分钟的时候 就蛋黄慢慢的就有点变颜色了哈 就是一定不能开大火 开大火一定是熬不出来的啊 然后就差不多呃到最后得熬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以上才能见那种油状的东西出来啊 嗯 最后熬出来是那种沥青色的 然后就能看见油可以通过把这油通过纱布把它沥出来 然后倒到一个干净的一个容器当中嗯可以放在冰箱里去冷藏 比如有痴疮的别人都可以用啊 效果还是很好的啊 这个蛋黄油熬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大家觉得哎熬不出来了没有希望了 嗯觉得就是觉得肯定熬不出来了 但是后来越熬熬到最后越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你再坚持一下他就熬出来 那有时候可能会往里加一一到两滴香油也是可以的那你不加也是能熬的出来的啊 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去熬这个蛋黄油 嗯 那么啊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睛呢 我们在舱里的别人基本上每天是用利霉素和利物品交替点眼的啊 那么在外面的患者可能不没有用到就不用啊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手啊就是和一些脏的纸巾啊千万不能去揉搓眼睛 这样容易引起的眼睛的一个感染 那一之后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眼干啊 可以用这个人工类啊 类人啊等等这些来减轻这个眼干色的一种症状 嗯 还有一些呼吸道 嗯 这个鼻腔呢 我们每天可以用红霉素 嗯 用红霉素 嗯 眼药膏或者是软膏都可以来涂这个鼻腔 那么冬天的时候可能环境会比较干啊 我们可以用湿辣油或者是薄荷油来滴鼻腔 可以避免出现鼻这个嗯 鼻腻的黏膜的一个破损出现出血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还有就是呃 好多病人容易出现肺部的感染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效的佩戴口罩 那么有统计显示呢 有效的佩戴口罩可以 让这个肺部感染的发生率降低40%以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肺部的一个防护的工作 呃 如果您要是戴几个 嗯 如果要是戴布的口罩 那么建议两两个小时就要换一次 那么一旦它要是污染的话 那你就要立即的更换 那么现在基本上都有那种活性碳的口罩 或者是N95的口罩 那这个口罩也应该是每天更换 而且要正的正确的来佩戴 嗯 就是你戴上口罩以后呢 一定要让这个鼻子这块这个金属条 一定要紧压压一下 让它很好的贴合在皮肤的周围 这样避免出现 嗯 空气通过这个口罩跟皮肤之间 而被患者吸入体内 吸入肺内而引发感染 啊 那么如果要是咱们一周 嗯 白细胞不要稳定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或者一个人在病房的时候 可以是可以不用配戴口罩的 啊 呃 建议移植后的病人可以每天 或者移植前呢 或者正在移植的病人都可以每天做深呼吸 每天做50个 呃 深呼吸呢 咱们是要做这个俯视呼吸 大家可以跟着我做一下哈 就是用 呃 应该是呃 坐着坐也可以 或者站着 如果体力好的话 站着坐也可以 啊 然后身体一定要自然的放松 然后深吸气的时候 用鼻子吸气 吸气的时候 肚子是鼓起来的 然后慢慢的把气呼出去 啊 用用嘴来呼气 这样每天做50个啊 这样能有效的锻炼咱们肥功能 啊 可以就是让我们这个肥也做着有氧运动 啊 那么男同志基本上都是腐术呼吸 女士基本上是胸式呼吸 可以女同志可以自己体会一下啊 啊 然后你边做深呼吸的时候 边想象了自己是在在那种呃 特别宽阔的呃草原啊 或者是环境特别优美的地方 这样让自己的心情也能放松下来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 就是有人会去喜欢用手去挖鼻孔啊 我们一定要克服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避免把这个鼻腔的黏膜 或者是这个呃 就是黏膜扣破啊 或者是把手上的一些细菌带到这个鼻腔 而引发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 那么第五点就是会员和钢周 呃 我们就是现在都是 基本上是用 呃千分之一的点呼水来做育 呃千分之一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呃就是一毫升的点幅加一千毫升的水 但这个水一定要用凉白 凉温用温水 就是把开水晾凉以后 呃一千毫升加一毫升点幅 晾凉以后或者是放温了都可以 然后来进行坐域 呃坐域二十分钟 呃时间也不用太长 呃 呃然后钢周呢我们可以如果要是有痔疮的话 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处理 比如说出现钢裂啊或痔疮啊一定要及时的请医生 呃 即时来看医生避免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可以用红维素软膏啊或者是钢钛栓啊或者是点放膏等等来进行钢周的一个清洁的工作 呃 呃每天如果是有大便大便大便以后必须要作育如果没有大便的话每天作育一次就可以了啊每天有几次大便大便以后必须要作育的啊我们保证钢周的一个清洁啊口腔和钢周是我们细菌呃容易滞留的两个重点重大的一个门户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两个门户的一个护理那还有就是皮肤呃皮肤呢嗯我们可以洗澡啊 就是但是一定要看这个室内的温度呃如果室内的温度呃很凉很冷这样的话您还是别洗的避免出现感染呃出现感冒这种症状呃如果要温度合适可以每天洗澡呃舱内呢现在是因为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每天是用洗鼻泰来擦育的呃如果要是像国外的话他们基本上每天患者都有都要领域 但仓现在呢国内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因为只要有剩下水的地方就容易出现呃感染就有容易有细菌的滞留所以呢国内肯定是这样是闲不通的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是给患者进行这个呃洗鼻泰药水的一个擦育保证皮肤的一个清洁和清洁代谢避免感染的发生那么一之后病人可能还会出现这个皮肤的排液那么皮肤排液在这个所有排液当中应该是最舒服的一种排液啊 就是呃能看得见能摸得着的啊但是也有很严重的出现全身的这种水泡啊脱皮啊也有很严重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每天一之后病人可以每天观察一下自己的手心啊脚心啊或者脸啊或者热耳后有没有这种出现皮疹的这种倾向啊有呢一定要及时的告诉你的滚疮医生及时的采取一些呃措施那第七大点就是饮食嗯 嗯一之后饮食是我们很多患者家属都非常关注的一个一个重点问题因为我今天讲的是感染我待会会把咱们饮食呃的一个可吃什么不不能吃什么把它会把会把那个呃文档会发给大家那么我重点说一下饮食的原则就是要新鲜清洁干净呃不吃半成品不吃腌制的 油炸的不易消化的食物不吃过期的食物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吃可疑变质的食物尽辛辣鱼虾要吃的话都要吃活的淡水因为呃大鱼因为是深水鱼所以基本上都是冰冻的所以要少吃啊就是呃我们因为有太多的深刻的教训让我们不得不呃注意这饮食的卫生那么我们以前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一之后呃 他基本上本病也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带着残留进仓然后顺利的出仓呃家里面就他女儿照顾后来女儿回去因为有事情回家然后就临走之前跟他妈妈买了很多面包在病房里面然后这个这个呃这个患者呢他就很就是比较的节约呃面包就说哎快过期了哈明天就过期了我今天把面包吃了嘛好嘛吃完这面包以后呢第二天就开始 拉肚子了啊每天要拉二三十次这样的话呃既浪费钱也没有达到节约的目的而且自己又很招罪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那么基本上我们饮食的就是要以炖蒸煮啊就是我们做法就是要以炖蒸煮为主然后禁忌心心冷生冷硬那么饮水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在饮用矿泉水不管是农夫山泉啊或者是其他的 这个品牌的水呃其实我们的自来水也是可以饮用的嗯但是需要烧两开就是烧开以后然后你再烧开这样的话才可以饮用那呃在应该说是在0607那时候还有还有饮用自来水了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都改成这个纯净水了啊呃纯净水一定要等烧开以后患者才能饮用啊那么这管路的维护呃我们很多病人出仓或者 出院以后都是带着这PSCC管的那么在医院的时候我们每天呃都有护士会观察这个管路的情况观察这伤口有没有红啊肿啊热啊痛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呃整个管子的走行有没有问题呃还有呢我们每每周要换两次药啊如果要是不失业的话在门诊的话呃每周换一次药然后每周通管一次啊但是尤其是小孩子啊有时候我们 呃在查房的时候就能看见小孩自己拿着那可来福在那用手在那样不停的在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千万不能让小孩拿着可来福或者拿着这个管子去去去来回的不同的拨弄它这样容易通过这个可来福而进入这个管子而引发感染那么管子如果一定要感染的话可能就要拔掉这个管子保不住呃以后熟悉或者抽血的时候就会很困难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观察自己的管子呃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反常的不太对的地方然后呢如果有问题即使到医院来请护士啊请医生啊来看来判断这管子是不是有保留的这个这个呃去腰 好那么PSG管基本上保留是一年最长是一年那如果这管子没有用的话请大家早一点拔掉别别留太长时间也没有意义啊我没有见过这管子呃在体内拔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但是并不是很少见就因为之前这个患者出现了这个质管后的静脉炎 所以呢呃这个呃管子被这个纤维翘所包裹然后就很难拔拔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呃做好这个管子的维护按时间定时的过来换药那么如果是我们患者家属自己来换药的话你一定要在医院里面跟护士要学好如何做好这管子的这个护理怎么来换怎么换是无菌的啊不要因为我们操作的一个失误导致这管子的 这个感染呃还有就是移之后要定时的服用一些药物我们很多呃服用的一些福利康座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药物都有预防的感染的发生不一定不一定有感染它是主要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所以你一定要按时的服用呃我们也有见过患者不按时的服药自己的自己调药的也挺多的哈我们九病乘医嘛好多病人觉得哎我可以自己来调调整这个药物觉得自己 啊好像是知道了很多但是呢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的医生联系啊请医生来给你调 还有就是我们要减少基础这些外来人员啊减少暴露于人群当中尤其是这些进呃带菌者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小孩那么他刚刚打完这个活菌疫苗那我们尽可能减少这与孩子的亲密接触啊避免这些细菌侵入到我们患者这个患者的体内那么呃如果要是 不能完全隔离的话也一定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啊千万不能太亲近那么儿童患者现在比较多呃我们大人呢一定要减少跟这个儿童患者睡在同一张床上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正常人身上都有一些正常菌群那么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是不是不会治病的那么对于这些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来讲他有可能会引发患者的一些感染啊这些症状的出现 啊还有呢就是在医之后半年之内我们是不建议外出就餐的啊那么呃半年以后呢也要看你免疫的情况来定啊还有就是尤其现在啊呃冬天了天气比较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暖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一定要及时的增减医物呃一旦要出汗了一定要及时把身上的医物一定要换掉啊避免出现受凉啊感冒这些情况 如果一定要正常的话请及时到医院来请医生呃来看医生啊要定期的随诊那么这个上面是我们患者自己要做的下面是我们家属要做的呃首先是环境的一个清洁环境呢我们建议这个呃一定要保持这个不管是病房或者家里面一定要安静 呃如果要是居住区的话我们白天基本上是45分杯晚上35分杯如果要是噪音太大的话呃容易让人家听觉会觉得很容易刺激我们的听觉呃听力影响影响我们的听力还有就是会降低我们这个比如说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啊呃让人会神经衰弱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休养环境保持环境的一个安静啊减少噪音噪音远离我们呃还有就是空气 嗯空气呢建议是以通风为主其他紫外线或气或者是空气氢化剂呃这些消毒为辅通风呢呃上午九点到十点晚上七点到八点呃各通风一小时是要对流风就是把门和窗户全部开开然后让这空气流动起来这样能有效的降低环境当中这些 致病微生物和细菌的一些含量这些水平这样能减少感染的发生那么基本上我们一之后患者都会买这个紫外线灯那这紫外线灯大家在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40瓦的紫外线灯能消毒15平米左右那么你这个紫外线灯一定要离地要2.5米它紫外线本身的穿透能力是非常差的呃它是不能穿透玻璃纸张衣物或者是排泄物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要是 想给这些衣物的消毒一定要把衣服抖开然后正面照一次反面照一次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呃紫外线呢对我们人体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在消毒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的眼睛啊我们以前有见过病人在房间里面开着紫外线灯然后在那看书他觉得这灯光还挺好看他就在灯光底下看书然后就出现了紫外线性紫外线光性眼炎啊就是天天流泪未光 啊好长时间才好那么皮肤呢我们也是就是如果要是病人没有办法出离开这个消毒的房间那一定要打一把紫外线的防紫外线的伞打完以后呢然后嗯就是如果要是说比如紫外线灯离我们有一米远的距离它就会让我们皮肤出现照射一到两分钟就会出现皮肤的这个红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眼睛和皮肤直接照射 到紫外线避免出现一些症状那么还有就是紫外线在照射的同时呢它会释放臭痒就是很难闻的一种味道呃它会引起我们呼吸脉搏的一个加快凶闷和头痛所以呢我们尽可能减少在紫外线照射的同时有有这个呃就是有患者或者家属在这房间当中那么空气净化剂现在呃市场上很多那有条件的有有条件的家里面也也也都有这个空气净化剂这个空气净化剂呢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阅读这说明书 有些是可以就是降低空气当中的PMI2.5的这个含量 但是一定要看好这个牌子 然后再选择 重点我们是建议是以通风为主的 通风是最有效的这个空气消毒的一种方法 那么如果要是比如说下雨啊 阴天啊 刮风啊 外面空气质量雾霾啊 外面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就减少通风 还有就是我们房间的温度要在22到24摄氏度 湿度要在50%到60% 尤其是冬天北方是比较干的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用加湿器 那加湿器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最好是选用那种无烟的 就是利用负离子来调整空气当中的湿度 那么如果你要是买那种有物的 有烟的那种湿化器呢 就是往里面不管是哪种湿化器往里面加水 一定要加纯净水或者是我们烧开的 就是我们那个凉白开水不能加自来水 而且这个湿化器一定要定时的进行清洁 防止里面有水垢 如果要是我们湿化器本身含有一定细菌 它就会释放到我们空气当中 那么湿化器里面也是不能加什么板栏根啊 或者一些消毒水啊 就是都是不能加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还有病人往里 还有一些就是往里面加酒精 或者是拿喷壶在房间里去喷这个酒精 都是不合适的 因为酒精呢通过我们呼吸道 吸入到我们体内的时候会会损伤 这个呼吸道黏膜可能会降低免疫力 会有可能会引发感染 所以不建议患者在房间里不行了去喷这酒精 来利用这酒精 弥散在空气当中去消毒 这样也是不是很好的 那么物品摆放 就是东西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清理 这样的话 呃就是卫生死角就会很少 细菌就会 如果要是死角很多的话 细菌就会很多 那我们治病的机会就越多 呃我们物体表面呢 我们建议用 嗯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液来消毒 那么如果你要是用巴斯液的话 哈就是基本上一个是8到10毫升 呃配成8到10毫升你放1000毫升水 然后就是进行表面的一个擦拭 每天擦一到两次 啊那如果要是刚出仓的别人一到一到两次 那么如果要是呃出仓时间比较长的话 可以适当的每天就一次然后呢 呃做好这些呃除尘 其实我们层流史为什么叫层流史 为什么叫百急啊 就是我们达到了一个无尘的标准啊 就就呃减少这些细菌负责在灰尘上面 而引发感染啊 就是减少灰尘越少越好 呃以之后呢 我们是不建议在房间内存放鲜花的 也不建议大家去养花啊 那么还有就是有些人会去去照顾一些花草啊 土壤啊或者是呃这些一定要避免 避免接触这些污水肥料啊 呃不要坐在草坪上面啊 或者是一些不干净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都要避免啊 鲜花谁都喜欢 但是我们一定要远离 因为鲜花上面有可能会有一些真菌 或者是有一些花粉会引起我们这个比较脆弱的患者发生感染 呃还有就是要防蚊虫定咬 那么冬天还好哈 嗯那么夏天呢容易有蚊子啊 这些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呃就是就是利用杀虫剂 一定要嗯减少这些蚊虫的定咬 避免因为它们而引发一些呃感染的发生吧 就是衣物呃如果要是外面天气比较好的话 我们建议洗完衣服以后或者是呃 背露都可以拿到阳光下去暴晒呃 阳光下暴晒六小时以后一干病毒都可以杀死 所以呢呃大家呃只要是有条件就可以把衣服 阳光好的时候就可以把衣服拿到外面去去掉 但是不建议在卫生间里去阴干啊 这样是不太合理的 嗯一之后我们是禁用毛毯和地毯的 啊因为毛毯上面会有一些纤维 有可能会在抖动的时候吸入我们患者的体内 或者是它清洁起来也会非常的难啊 所以建议用纯棉的东西纯棉的这个被褥来来盖 不要用毛毯嗯一之后一百天内 我们嗯建议不要去接触这些小猫啊小狗啊 这些小动物啊其实我们都喜欢这些可爱的小动物 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接触 因为他们他们身上会有一些寄生虫啊或者一些与我们正常人 与我们人身上面这些不同的一些菌群 所以呢避免通过他们带给我们患者 嗯我们以前有有一之后的患者啊就是养了家里面养了七八条狗 每天他还跟狗特别亲近后来就发生了肺部感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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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 而且挺严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最码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内少去接触他们啊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物物品的一些消毒 呃我们建议是用物理的消毒方法啊 最好是用物理的可以用化学的但是呢如果要用物理方法做不到我们可以用化学的方法进行消毒啊 嗯化学方法消毒呢就是通过清洗洗完以后呢然后呃可以要干燥干燥完然后用这个消毒液来浸泡啊 啊然后呢再进行清洗然后再干燥然后再使用比如说我们体温表用酒精或者是呃用什么其他的沃尔全等等这些溶液去浸泡啊 最后是一定要带根的带干的不能用这些消毒液长期长时间浸泡 嗯还有就是我们餐具啊餐具这块是我们呃一定要引起注意的地方就我们洗碗部每天呢要用含氯的消毒液 或者用微波炉用含氯消毒液去浸泡20分钟以上或者是用微波炉高火消毒5分钟 那么菜板呢要生熟菜板一定要分开啊就是用完以后一定要用流水流动水去清洗或者是用含氯消毒液去消毒啊用这个然后用这个厨房真用纸然后把它擦干或者是自然风干最好不用不要用抹布啊抹布上面有可能会有很多细菌 那么冰箱呢一定要肉类和蔬菜水果一定要分开储存啊保持冰箱一定要清洁每周要用含氯消毒液进行擦拭啊这些餐具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的饭盒筷子啊呃或者是这个勺子在使用之前一定要用微波炉高火消毒5分钟啊 然后或者是用开水煮沸或者是蒸20分钟都可以 那么如果你要是用开水煮沸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呃所有的餐具一定要让开水把它全部清沫就是全部都呃淹没 然后呢再开始煮呃煮基本上是以水开开始计时就是水沸腾以后然后开始计时呃20分钟这样的话效果会很好 那么如果你要比如在煮了10分钟以后你往里加了一个其他的勺子或者其他一个什么物品 那么你还得从你加新的这个物品开始计时再消20分钟才可以啊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常用消毒剂呃这个是含氯的消毒剂可以利用可以可以用这个呃 就是巴斯他跟巴斯也是一样的啊他主要是含氯绿呃他属于很属于高效的消毒剂 那么优点是杀菌谱比较广作用迅速效果可靠毒性低使用方便而且价格又很便宜 那么缺点就是不稳定他有漂白的作用比如我们的衣服使用他洗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呃就变白 然后有腐蚀性啊嗯使用的方法就是通过浸泡啊擦拭啊喷散啊或者是干粉 就是我们呃自来水都用干粉的那么如果要是比如你浸泡什么物品 那么你当天浸泡完以后一定要倒掉然后第二天再用新的啊 那么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盖要先用先配有效期是24小时配置完以后 那么酒精啊酒精我们现在是用75%的酒精来进行消毒 95%的酒精是没有消毒效果的 他会在呃物品或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所以呢细菌是进不到这个皮肤啊细菌的这个体内 他也起不到消毒的作用 所以我们消毒的时候一定要选择75%的酒精啊 酒精他是属于中效的消毒剂对皮肤有刺激但是没有腐蚀性啊 可以浸泡或者是擦拭都可以 那么点浮呢他是属于中效消毒液 他对于皮肤黏膜都可以消毒 然后通过擦拭啊或者冲洗或者是浸泡都可以 作用时间是2到5分钟就能起到消毒的效果 那么如果要是你对皮肤进行点浮 用点浮进行皮肤的消毒的话 那一定要等它带干不要擦干 好这样能起到一个更好的消毒效果 那么注意一定要防潮一定要密封闭光 这样能保证它的消毒 那么结尔点就是我们医院里面消毒 每次就是输液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结尔点 它是属于高效广谱的皮肤黏膜消毒剂 可用于口腔的一个消毒或者是接啊 用的一个消毒 不是用于伤口换药和体表的消毒 那么二点对皮肤黏膜和伤口是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的 它主要是用于皮肤表面的一个消毒 我们一定要适当的运动 运动的好处呢可以让我们心情更加愉快 然后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可以防止肌肉萎缩 防止钙质的流失 我们如果要是正常人也是一样 如果要是在床上待久了 待一个月你自己再下地腿都会发软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运动多活动 那么活动的具体原则 就是白细胞如果要是低于500的话 那么感染风险就会非常的高 我们一定要进行保护性隔离 那基本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可能在医院里面 那有可能要住单人间啊 住层流床啊或进层流床啊 这样要完全保护起来 避免感染的发生 那么如果学校版要低于1万 要在床上活动就减少下床 不要猛的摇头 不要猛挤床啊 那么学校版低于2万的时候 一定要卧床啊 上面是绝对卧床啊 就1万是绝对卧床 2万是要在床上要卧床 大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力啊 避免出现脑出血的一个发生 呃 那么移之后学校版大于5万 然后白细胞大于3000 移之后两个月可以增加一些室外的活动 有每天的一次 逐渐的增加 呃 每周为一个周期 每星期可以 比如说你第一天出去可以10分钟 那呢 呃 端练一周 然后呢 再出去20分钟 然后呢 再端练一周可以出去30分钟 这样呢 逐渐的增加 这样是有好处的 呃 如果要是患者 如果感觉自己比较累的话 可以适当的减少 嗯 那么当风大 或者是阴天啊 雾霾啊 下雨啊 下雪啊 一定要停止户外活动 呃 那么下雨后呢 负离子是比较高的 这时候可以开窗通风 外周活动的时候 时间也是比较好的 呃 活动呢 就是 但是下雨当时是不能出去 下雨后是可以的 比如下完雨后 一两个小时以后是可以的 那么生活一定要有规律 要早去 早睡着起 呃 基本上从 一之后一年 到一年半 或者两年就能 从事一些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 呃 生活状态了 那么这下面是我们的复查时间 一之后半年内 每周要复查一次 呃 半年后呢 每个月复查一次 一年后 呃 每三个月复查一次 两年后 是每半年复查一次 三年后是每一年复查一次 啊 那么复查的项目可能会查 黄包A啊 雪肠硅啊 生化15啊 或者是 基细胞病毒 啊 还可能会做骨穿 嗯 然后呢 就是我们移植的患者 肯定会花费很多的时间 跟精力去执行许多的限制 跟约束 有可能还会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 那么为了健康的早日恢复 呃 做出些努力 和付出是值得的 那么下面有一个顺口溜 我便给大家啊 就是呃 移植之后限制多 改变习惯不得已 积极乐观 心态好 有氧运动强身体 勤扫房间 防感染 讲究卫生 勤洗手 禁止接触猫和狗 不要忽视小伤口 减少接触才在家 飞去不可戴口罩 为了健康早恢复 医护之话要遵守 呃 遵守 祝靠 口罩 伤口罗 由 解 课